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 2011年全国跳水锦标赛 女子十米挑胎的决赛 现在比赛正在进行当中 这位呢是天津选手康丽 我们的比赛是从第二轮比赛 开始转播的 在第一轮动作当中 康丽获得了66分排在第11位 她的第二个动作是 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康丽呢92年出生的一名队员 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国际和国内比赛的一些经验 还是非常丰富的 她是代表中国队参加了 09年的罗马世锦赛 并且在单人项目上 获得了一枚铜牌 这也是康丽在世界大赛上 单人比赛的最好成绩 观众朋友也欢迎您 关注我们比赛的同时 关注网络娱乐互动合作伙伴 GameBang 这是康丽在第二跳的分数 来自陕西的选手董双妹 董双妹在第一跳当中 拿到72分 她的第二个动作 同样也是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入水的时候稍微收得早了一点点 不够一点 董双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队员 到目前为止 她在国际比赛上并没有太多的建筑 但是在国内比赛当中 比如说像09年的全运会 参加了双人的比赛 今天我们这场女台的比赛呢 是采取了传统的淘汰赛制 在 预赛结束之后 35位选手当中排名前18位的选手进入到半决赛 在半决赛的角逐之后 排名前12位的队员进入到今天晚上的决赛 张南菊来自河南的选手 她的这一跳是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 应该说这位选手非常的年轻 所以动作还是看起来很轻巧啊 并没有感觉到她登台的力量有多大 或者是劲有多脆 但是每一个环节都交代得很清楚 打开的动作非常的干脆 刚才我们向您介绍过 这次女台的比赛呢 是全国锦标赛的第四项决赛 先前已经结束的三项决赛 分别是男子和女子的一米跳板 以及男子的双人十米跳台 在男子的一米跳板当中 海军选手李世新是获得了冠军 而广东选手林进 以及上海选手孙芝毅 分别拿到了银牌和铜牌 在女子方面 两位国家队的选手何兹 跟重庆选手施亭茂 是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最终何兹技高一筹 是摘得了金牌 柯婷婷来自辽宁的选手 柯婷婷曾经是广东女队的一名队员 后来广东女队 基本上是整个的代表辽宁参赛 除了合资之外 所以她现在是代表的辽宁队员 而在男子双人十米跳台这个项目上 张燕泉和曹元是获得了金牌 广东队的陈爱森跟吴军收获了一枚银牌 2011年上海市锦赛双人南台项目的冠军秋波跟火亮 最后时刻实现反超 最终站在了第三名的位置 第五个出场的是海军选手蓝毅 蓝毅这一跳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 还是有一点点可惜 不过整个动作算是正常发挥 女队员在决赛里面用这个动作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冒险 毕竟这个动作难度还是比较大 但是失败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 所以呢 既然敢在决赛里面用 首先这就是一种很有勇气的表现 行影影这是山东的选手 在上一跳58点50分排在第一位 这一跳选择的是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行影影现在也是国家队的一位队员 整个动作做的还是比较漂亮的 虽然在入水的时候稍微不够一点 但是呢动作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轻松 尤其是入水的这个声音 还是非常干脆好听的 行影影这一跳拿到了80分 现场一共有7位裁判来为运动员打分 去掉两个最高和两个最低 从中间三个有效分之隔 再乘以难度系数 就是运动员在这一跳的时得分 胡亚丹在这一跳选择了 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先前的一轮动作之后排在第10位 好的 起跳干脆有力 入水稍微过一点点 水花如果再漂亮一些 就是一个高质量的动作 胡亚丹在最近两年的势头非常的迅猛 应该说他对师姐陈若林有两次比较重要的胜利 一次就是去年的世界杯赛 在世界杯赛上他是力压陈若林获得了冠军 从而也成为了青柯世界冠军 在今年的 国际永联的系列赛 大奖赛北京战的比赛当中 他是再次战胜了陈若林 获得了金牌 中江湖北 湖北选手朱家明 这也是国家队的一位选手 非常漂亮 这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动作 在国内的几乎是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有两次 每年都有两次重要的比赛 一次就是上半年也就是春季左右举行的全国冠军赛 另外一次呢就是在秋季进行的全国锦标赛 差不多国内的所有项目都是有这两次重要的比赛的 一般来说对于跳水运动员 全国锦标赛的参赛资格是要在春季的全国冠军赛上获得的 或者是在全国青年锦标赛上来获得 这位是汪浩 代表天津出场 汪浩现在的状态已经还是比较稳定了 在今年的世界杯赛上 中国队诞生了几个新的世锦赛冠军 在今年的上海世锦赛上汪浩就是其中之一 在09年的罗马世锦赛之后 汪浩除了单人比赛之外 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双人项目上 也是成为了陈若霖新的双人搭档 陈若霖在今天参赛的队员当中 属于年龄相对比较大的选手 他的国际大赛经验也还是非常丰富 这是陈若霖的教练 任少芬教练 对于陈若霖这样的非常成熟的运动员来说 在比赛当中稳定的发挥是第一位的 因为年龄比其他的选手略微大一些 可能不管是体重身高 以及疲劳等各方面的原因 都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发挥 经常关注跳水比赛的观众 可能会发现跳台队员 尤其是女子的跳台队员 她的身材都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马西诺 以及先前的朱家明 胡亚丹 包括柯婷婷 景姨颖 这些都是在08年奥运会 甚至是09年世锦赛之后 中国队新冒出来的几位 相对比较出色的女台选手 马斯诺 向内翻庭三周半报夕 代表天津参赛 马斯诺在今年上半年的 全国冠军赛上拿到双人的同台 这是一个能力和素质都非常强的选手 这一票拿到了81.60 斯雅杰陕西选手 从出场顺序就可以看得出来 斯雅杰在半决赛里面表现得非常出色 我们决赛的出场顺序 是按照半决赛出场成绩的倒序 斯雅杰在半决赛里面 还在第一位非常漂亮的一个动作 整个动作把水花是完全压平了 其实这就是在跳台比赛上 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情况 这身形比较小的队伍 常常就能跳出非常漂亮的水花效果 这是这种身材高大的运动员 经常难以取及的 斯雅杰这一跳拿到了91.20分 仍然排在第一位 两跳之后169.20 来看一下两跳之后 斯雅杰排在第一169.20 张南菊排在第二 朱家明是暂时排在第三位 陈若林排在第四 汪浩排在第五 柯婷婷第六 这是第九到第十二名的各位选手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女子师母跳台比赛上 竞争还是非常激烈 甚至可以用残酷这个词来形容 我们也是查看了一下 预赛和半决赛的成绩 在今年的全国冠军赛上 拿到冠军的吴胜平这位选手 他是在预赛里面排在第二十位 没有能够进入到半决赛 并不是说吴胜平的水平不高 或者是什么 主要是确实竞争比较激烈 而且在女排这个项目上 比较容易出现失误和一些意外的情况 第三轮动作 汪浩的前面两轮 还在第十一和第十位 第三轮动作 他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 非常遗憾 汪浩的这个动作在起跳环节 并没有处理得非常好 肩膀的定位并不是做得比较准确 在脚还没有离开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肩膀在向后移位 观众朋友再次提醒您 在关注我们展播的同时 也同样欢迎您关注网络娱乐互动合作伙伴 金棒 女子生命跳台这个项目 在明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将会是在8月10号来上演决赛 在奥运会当中 跳水比赛一共设有8枚金牌 分别是男子和女子的三米跳板 十米跳台 双人三米跳板 以及双人十米跳台 这位是陕西选手董双妹 他的这一跳是6243D 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一周半 身材还是很漂亮 基本的姿态也保持得很棒 动作很干净 跳水作为一个欣赏类的项目 其实运动员的很多动作的环节 包括脚背膝盖的角度 弧度和线条都会影响到 裁判员的感分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这是一个追求完美的 这样的一个项目 所以在日常的训练里面 很多的教练员就会就一个小小的细节 不厌其烦的 不停地在抠运动员 比如说双腿要加紧 分一点缝都不可以 不能够有错开 还有脚背膝盖一定要绷直等等 这些在我们普通观众看起来 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有的时候可能会决定比赛的结果 这位是河南选手张南菊 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起跳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退台 这个动作拿到了76.50分 有效分都是8.5 来看一下辽宁选手柯婷婷 在上一跳结束之后 为此上升一位来到第六 这一跳是碧莉的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一周半 在女子的比赛当中 迪宫要完成五个动作 运动员可以在六个组别当中 进行选择 要求是五个动作 不能有任何组别上的重复 9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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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 8.5 下面出场的是海军选手蓝翼 在今天出场的所有选手当中 只有蓝翼用了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套路 他舍弃了一组 而选择了二三四五六 三个组五个组别 大难度必然伴随的是高风险 在期待高收益的同时 那风险呢也是随之而来 在国际比赛上 这种选择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 就是墨西哥选手保拉埃斯皮诺萨 保拉呢也是一个身体能力啊 和素质都非常强的选手 所以他在个人的动作当中 二三组经常能够拿到高分 但同时也有可能会有这个大失误 山东选手 这一条是626C 向后翻腾三周报夕 在去年的上半年的穷乌冠军赛上 刑医影是拿到了单日市民场台的第三名 整个动作做的还是非常的流畅 在国内女子生命跳台这个项目上 高手如云 山东选手行李领呢 可以能够 你看说在决赛里面 多次有一席之地 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露水的线条稍微不够一点 84.15分 这是他的教练李清教练 此转选手胡亚丹 这一条是6243D 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一周半 第一下水花其实都已经压平了 但是很遗憾没有完全压死的 其实对于有之于参加明年伦敦奥运会的选手来说 这次的比赛也是非常的重要 在今天比赛转播之前呢 我们也是询问了有关的专家 他们向我们介绍说 是这次的比赛排名前12位 不管是担任还是双人项目 都可以获得奥运选拔的积分 分别是冠军拿到18分 亚军16分 第三名获得14分 第4到第7名分别是12分 10分8分和6分 第8到第12名则分别拿到5分 4分3分2分和1分 而这样的奥运选拔赛一共分为5站 先前的上海游泳市井赛是第一站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二站 在10月份有两站中国跳水明星系列赛 这两站比赛呢 我们可以合二为一来看待 因为它的单人项目和双人项目是分开来比的 第4站是明年的世界杯赛 以及第5站明年的全国冠军赛 在这5站比赛结束之后 奥运选拔积分 排名较高的选手就可以进入到奥运参赛的大名单当中 然后由相关的专家教练以及科研人员做一个综合的评定 最终选出参加明年伦敦奥运会的参赛队员 来看一下天津选赏关号 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一周半 其实这样的奥运会选拔的机制呢 并不是中国队才有包括美国俄罗斯等一些在跳水项目上水平较高的国家 也是在最近尤其是最近两届奥运会上都已经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寻拔机制 因为毕竟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在一场比赛里面比的好并不算很有本领 关键是能够在每场比赛里面都能够有稳定的发挥甚至是上加的表现 只有这样才会让人觉得放心能够参加这样的大的比赛 因为毕竟跳水是一个非常精确的项目 不管是室温啊 现场观众的气氛 包括风向灯光竞争的这个激烈性等等 都会对运动员产生明显的影响 这时候谁更稳定谁就占有先机 陈若林的6243D向后翻评两周转体一周半 并不是非常高的质量 入水的时候线条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这个动作拿到了86.40 三跳之后250.80 也由此可见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 确实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在上一轮之后我记得陈若林是排在第四 那三跳动作跳250分 也就是说每个动作要跳到80分以上 马斯诺来自天津的选手 我们通过慢镜头再看一下 好像是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转体 81.60分 在这一跳结束之后目前排在第六名 最后来看斯雅杰来自陕西的选手 向后翻腾三多半报夕 在上一跳结束之后 斯雅杰名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 像排到了第一位 起跳非常高 这位选手很棒 这动作 起跳真的是非常高 这个能力素质还是比较强的队员 84.15 他的指导教练是陕西级的张婷教练 在这一跳结束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的情况 斯雅杰仍然排在第一位 253.35 排在第二的是陈若林 他的位置也是从第四上升到第二 朱家明排在了第三位 好 各位观众 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第四轮 这位是天津选手汪浩 凯良德教练 哦 这个数比较大了 入水不够的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慢进的情况 究竟是哪些方面出现了问题 在起跳的时候 肩有一点往后靠 还是很可惜 毕竟汪浩是一个 应该说是身经百战的老运动员了 在今年的全国冠军赛上 他是拿到了单人项目的第三名 以及双人项目的铜牌 这还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成绩 来看陈若林 陈若林在上一跳结束之后 250.80分排在第二 与第一名的斯雅杰差了三分左右 还是翻挥的不错 在最近几年的全国比赛上 陈若林除了自己的主项女台之外 还是尝试参加了一些跳板的比赛 其实这对运动员综合发展也还是很有好处的 毕竟板台不分家 两个项目也并不是完全割裂开来 有一些技术上相辅相成甚至是相似的地方 来看一下天津选手马斯诺 也没有跳出来自己的最好水平 等级的高度并不是很高 马斯诺在今年全国冠军赛上 是拿到了双人的第三 当时呢他就是与王浩搭档获得的这枚奖牌 来看一下斯雅杰 斯雅杰在前面两轮都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数 对于这位小选手来说 现在关键是能够平静自己的心态 正常发挥 好的 非常漂亮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动作 张挺教练简直是 喜新于色 其实是这已经是接近完美的一跳 起跳的高度很高 空中的姿态也还算比较规范 关键是入水效果 真的是太平了 这个水花压的 94.05 有两个十分虽然是被去掉了 但是 这足以说明这是完美的一跳 在这一跳结束之后 斯雅杰仍然领跑积分榜 领先陈若林的这个分差呢 也是从上一跳的三分左右 现在拉开到了12分 湖北选手朱家明 仍然是排在第三位的 确实 这是第九到第十二位的选手 没有想到在这次的 全国锦标赛上 斯雅杰到目前为止 还是给人留下了一个 非常惊艳的表现 在 预赛结束之后 斯雅杰呢 是以排名第九的身份 进入到半决赛的 当时他的得分是365分 刚才我们的镜头呢 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 而在半决赛当中 他的得分就一下子上升了 30分 整整30分 拿到了394.95 来看一下最后一跳 天津选手康利 最后一跳选择了臂力动作 向后翻腾两周 转挺一周半 康利呢 其实也是经过了 去年这一年的一个调整期 现在又逐渐回复状态 推手的高度并不是很高 但是整个动作也算是完成过来了 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最终成绩 我们来关注一下 370.80 在半决赛结束之后 只有一位选手 对不起 是在越赛结束之后 只有一位选手超过了400分 就是天津队的马斯诺 但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 马斯诺的这个发挥呢 还是有一些起伏 而在半决赛当中 得分最高的就是斯雅杰394 刚才康利跳了370 陕西队的董双妹 在最后一跳 选择了向后翻腾两周半 转体一周半 这个动作是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的 大部分的队员 也会在最后一跳 来选择这个动作 作为自己的压相比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是这个动作 对于董双妹来说 完成的并不是非常的好 空中的脚腿动作很明显 这对于转体动作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扣分点 只拿到了59.20分 总分342.75 张兰菊来自河南的选手 前面两轮都是排在第四位 今天也还是发挥的比较稳定 最后一跳 选择了六组的臂力动作 来看看是不是能够有一个 完美的收官 其实每次看这种 非常小的运动员 做六组臂力动作的时候 总觉得有一点担心 十米的高台 我们算起来大概 从排面一直到水面 基本上是这样 三层楼左右的位置 三层楼还要多一点 那么这些小选手 倒立的情况下 需要推手 再加上翻腾转体 到最后还要打开压水花 应该说是非常复杂的 一个过程 辽宁选手柯婷婷 在上一跳结束之后 位置从第六调到了第十 来看看最后一跳 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动作 柯婷婷在最近两年的 全国比赛当中 也是进步非常的明显 在一零年的 全国冠军赛上 拿到了第八名 而在今年的 全国冠军赛 位置也是有所上升 这是一个基本功 和身体姿态 都非常漂亮的小选手 81.60分 总分366.15 排在第三位 来看蓝毅 蓝毅今天在第三个动作上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 第三个动作是 反身动作 一下子位置就掉到了第十二 好的 最后一跳也是顺利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蓝毅的最终得分 蓝毅的最终得分 这个分数落后于柯婷婷 排在第四 来看行李影 上一跳结束之后 排在第五位 这是李清教练 也是行李影的指导教练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教练 的这些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运动员完成动作的质量情况 还是在抠最后入水的 这个压水花的动作 看看四川选手胡亚斑 哇 又是这样的情况 第一下水花完全压平 但是没有压死 其实胡亚斑的这个水花 已经是在最近几次比赛上 我们都发现这个问题 还是非常的遗憾 毕竟对于这样的一个既有能力 然后在国际比赛也表现非常出色的选手来说 我们期待能够在明年奥运会之前 他的这个水平和竞技状态能够更进一步 396.15 这个分数超过了柯婷婷 排在第二 来看周嘉明 在上一跳结束之后 仍然排在第三位 今天周嘉明前面的四跳 都是发挥的非常的稳定 保持在前三的位置 好的 非常漂亮 今天想必会有 不止一位选手 得分超过400 418.05 这个分数排在第一位 这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 总分第一个超过400的选手 来看天津选手汪昊 汪昊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跳 83.20总分390.50 这是汪昊的最终成绩 来看看陈若琳 陈若琳在上一跳结束之后 为此稳定在第二的这个位置 最后一跳是5253B 陈若琳的这整套动作呢 从奥运会之前 08年奥运会之前就开始用 一直到现在 在各类的比赛当中 经过无数的检验和洗礼 已经是非常稳定了 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虽然在入水的时候 宽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点角度 但是呢 雪花效果还是比较漂亮 空中的姿态也保持得很好 总分421.35 这个位置又超过了周嘉明 现在排在第一位 来看一下天津选手马斯诺 蹬出去了 入水的效果还是蛮漂亮 起跳的时候 抛物线有一点点低 387.75 这是马斯诺的最终得分 目前排在第七位 这个位置还要等待 塞亚杰完成动作之后 才能有最终的确认 塞亚杰从第二轮开始 就一直排在第一位 现在排在第一和第二的分别是 陈若林和朱嘉明 他们两个的得分是421和418 好的 真是很漂亮 塞亚杰在今天 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经验的表现 在上一跳结束之后 她是领先陈若林将近13分 应该是毫无疑问 能够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 塞亚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 可以说是 谁也没有想到 能够有这么好的表现 438.60 这样这位陕西小将 就力压 陈若林和朱嘉明 获得了女子师命跳台的冠军 她的得分是438.60 获得银牌的是江苏选手陈若林 421.35 获得铜牌的是湖北选手朱嘉明 获得分是418分 获得铜牌的冠军 获得铜牌的冠军